开始开场 首先呢 这个非常欢迎我们这个现场的老师 能够在这个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场联席 我想各位老师真的辛苦了 这一个月来 这个因应我们学生停课不停学 在居家上课的一个情境 我想每个老师都已经练了一身武功 那慢慢慢慢也找出了一条路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就是说其实有些老师 就是跑得比较快 也已经发展出一套教学模式 在不同的领域 那愿意出来跟我们分享他这几周来的一个经验 那我想可以供我们在座 我们在座各位老师的参考 那这个今天的主题 特别聚焦在社会科 那我看到呢 现在来参与我们这场演习的老师 已经超过快120位了 这么多的老师 可见呢 我们今天的讲次的主题 一定是能够满足我们教学现场非常多老师的需要 那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 宣灵老师提供的这个这个PPT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技巧 能够引导老师在这个远距课堂里面创造师生的互动 增加学生非常多的学习机会 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 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宣灵老师今天愿意跟大家来分享 我想在座各位老师是有福的 那等一下呢就敬请大家尽可能的享受 我们今天的一个一个研习 那接下来我要拜托尹俊老师 帮我们再多做一点补充 我有疏漏的地方 再拜托尹俊 真的我必须说其实今天来参加的老师真的是有福了 那特别大家不要放过我们宣灵学长 他真的他真的真的是个宝样 他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学 他也是我们教室工会的辅导 算是辅支老师吗 对很多老师都要请他去共备 然后把一些他我觉得他比较不像资讯组长 他比较像是资讯教练 就是老师有什么教学想法 会跟宣灵老师讨论说他怎么样去达到他的用数位的方式 或是提升学习动机 或是让老师更省力的方式 去达到他教学的目标 然后宣灵学长也是不断的在 不断的在进化 他不断的把一些新的数位工具 去结合他实际的教学现场需求 然后老师你会看到说很多像 宣灵学长他讲到一些东西 最近才开始红起来 但不是说宣灵学长去带领潮流 只是说宣灵老师他很多东西 他已经预见这些东西可能大家会用 然后他就出来大家去尝试 所以老师你们今天学校的东西 搞不好过一阵子在社群上面 就会慢慢这样红起来这样子 只是宣灵老师把很多工具做有效 而且有趣的搭配 他就是一环扣着一环去设计他的教学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大家 就是重点就是大家有问题要尽量问 而且宣灵老师很多东西 情境他都已经有设想过 你可能待会有什么问题 或是教学上的小贝卜 你都可以来问他这样子 然后还有特别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次教育部的相关联系 我记得好像只有宣灵老师是社会课的 其他大部分还是聚焦在学习平台的使用 那我有我们宣灵老师他是根据教科书的文本 去设计他的教学流程 透过在停课不停学的方式 一样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的成效这样子 那我就把我们的麦克风交给宣灵老师这样子 谢谢学长 我们大家一起进化 一起跟着宣灵老师进化 我觉得这个进化这两个字很棒 我们都在进化中 谢谢 好 请宣灵老师 好 那我 是 我去分享一下我的简报 然后刚刚我看到 大家已经有在视讯 视讯 讯息串里面有看到简报的连结了 然后就开始介绍我的上课的内容 因为我为了操作方便 所以我把原本简报的动画把它拆解出来 所以昨天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影片 那为了方便来讲解 好 那这是我上社会课的流程 我上一个社会课单元 大概都会从课文理解开始 然后教学生怎么去看句子 找关键字 然后老师讲完之后呢 我就会去做的试试做笔记 会让学生做实体笔记 然后后期到六年级 他能力比较好的时候 或是课文内容比较适合的时候 我就会让学生做数位笔记 那笔记做完 这个笔记的作业 有时候我们也是也会放在课堂中 进行 那回家作业的时候呢 我会让学生自己去训练 自己有没有办法从课文中去找出题目 那找出题目来之后呢 不是就这样结束了 我会让学生 我把学生的题目绘整好之后 会绘整成一个Quizlet的竞赛 让学生去玩自己的题目 好那最后是完整席座嘛 然后还有单元测验的部分 那这样子一连串的这样子的课程 单元的我从一般实体课的时候 就这样进行 然后必须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客户管理的部分 我就会在一个地方去 有效分派我的这些 作业笔记测验给学生知道 好所以我就会用的当中到底 这个这几个Google服务为主 那我的主要的跟教学的平台 是以Google Classroom 那从透过这边去派作业 然后像我们现在上虚拟远距的课程时候 也会跟学生就是在Google Chat上面 去做一个聊天室 来协助非上课期间 如果有任何讯息要沟通 要交流的时候的一个管道 那为什么会选择Google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Google很多 有个很重要的优点是 学生做的作业 老师整理的题目或是讯息都会 完整汇整到这个 软一点里面去 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教学平台 比如说之后会介绍的电子白板 或是Classroom的Quizlet的出题 甚至后面的单元事业Quizlet 他们都可以跟Google的Classroom 去做整个 你在那边平台上面去建立题目 建立单元之后 他们就会把成绩 回写到Google Classroom里面来 所以老师在做成绩管理的时候 只要进到Classroom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轨迹 好那在进行课文理解讲解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做录影的部分 那会录影像 特别是远居客的时候 录影的效果 就是非同步的上课的方式也蛮好的 就是我在上课之前 我先把影片先录制好 然后就透过Classroom 拍送给学生 请学生在家里有时间的时候 就自己先看 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 可能只是抓某一个段落 出来做课文理解的指导 那指导好之后 就会让学生去做示范的练习 那我目前用的录影的 扩充功能是左边这一个 这叫Screencastify 我在一年前 我就觉得是蛮好用的 我自己就买了付费的版本 那他就没有时间的限制 不过后来 现在老师如果你不用花钱 你可以选择第二个的录影的 扩充功能叫做录影 他一般注册的时候是也是一般版 但是他有一个连结地方 可以让你升级成你的升级教育版 只要你注册的时候 当时选择的账号有EDU的 电子邮件有EDU的 你就可以去透过认证 就可以免费升级成教育版的功能 那这是我在做讲解课文的时候 会用到的这两个功能 好然后再来 做笔记的时候 我会做实体笔记 那实体笔记我设计的 用什么来设计实体笔记 我是用Google简报 Google简报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反而做实体笔记的部分 然后派给学生作业的话 就是用数位笔记用Google文件 所以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自我出题 学生怎么去写题目 我为什么会选择是Google设计 Google设计表的原因是 他后面可以很容易的整理 学生每个学生的内容 然后汇整之后 就是只要Ctrl C复制 到Quizlet那边就可以做贴上动作 然后两三个步骤 你就可以把这个学生出题的题目 产生成一个单元券 然后再来是最近我也有看到 连连连连的老师分享的 习做 分享的一个平台叫做Clastic 就是这阵子大家都有个很困扰的事情 是学生的作业到底要怎么回传给老师 大家都是让拍照的请家长 学生自己拍照 然后透过Classmen回传 然后大家晚上就要去拿平板 拿电脑开始去改线上作业 然后这个照片有时候传的 拖在7扭8或是很暗 然后老师改起来就很困扰 可是如果透过这个Clastic的服务的话 你就可以让很快的方式 可以把起座变成电子版 那学生也是在网络上面去 写起座 那我改作也是在网络上面改 就很方便 好 那最后是我也会派Quizist给 单元生业给学生回去做练习 那以上是我大概 等一下会介绍的主要的内容 我用到的一些服务 那老师可能会觉得 哇你用到这么多 其实 其实大家应该都 都会这几个东西 老师应该都会握着 老师应该都会简报 那这个相对应的就是Google文件 Google简报 那其实老师的上手度应该是很快的 那我用的这个 次算表呢 他也是用到他最简单的功能而已 我也没有用到什么韩式那些 所以这些算看起来很多 但是我觉得老师的基本功应该都没有问题 好 而且现在像连运老师有录了非常多的 各类型的使用工具的教学影片 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上手 那我就先从那个社会科的讲解的课文 理解课文开始 那我其实我在教学的经验没有很长 在学校服务四年 我之前大概都是在那个教网中心服务 所以我也很少有教社会科的经验 所以当我从教网回到学校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上课的方式可能不是有办法做到重点 所以我后来去 去孟恩 参加孟恩的第一届的时候就看到 一辰老师跟孟华老师他们在 指导 学生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如何去 理解课文 特别社会科 然后后来我才 这是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社会科要这样教 那从 透过句子 了解句子的句点分号跟顿号 他代表不同的意思 好 然后 我平常的时候就会让学生做这样子练习 然后这是我最近这几次社会科的时候就是用录影片的方式 把我的讲解过程先录下来 然后让学生自己可以上网有时间时候上网去看 本来这样做觉得还好就是有想 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会这样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每个班级的班封不太一样 有些班级他 可能上课的时候秩序比较难管 然后我觉得我这样 直接的讲述法的方式 我很难让学生都听到 所以我 我有用录影的方式来做搭配 但是昨天我给我们六年级的学生做我上两年社会课的回馈之后 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写这个话 他说我五上的成绩很烂 五下有40分 然后越来越进步等等 然后我的缺点呢 他建议我就是教的太快了 然后他自己都跟不上 那他这样写出来之后我才反思到说 原来他不是不用工的小孩 是他可能更路上我的进度 好那如果我之前都有用这样子的 录影的方式 来给学生做 第2个方式的学习的话 他就可以学得更好 所以其实不只在数学上面可能会用到这种录影的方式我觉得 社会科可能也是有需要 每个科可能都有需要这样子做 非同步的 混乘的学习教学 好 那我在一般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会用到这一个 扩充功能叫做Hmark 因为我现在上课我几乎都是用 网页版的电子书 那电子书上面虽然各家厂商下面都会有他们提供的一些 汇比工具啊 但是我 就很习惯他 只要点这个扩充功能按笔点一下 马上就可以书写 那反正我就不太习惯下面 书上给的 那这个Hmark呢他很 方便使用点一下就可以 开始做注记 老师如果有兴趣要装的话我在 简报的下面这里 就是这个Hmark 扩充功能的连结 你可以去 安装在你的 浏览器里面 空的浏览器里面 好 那这是我示范的部分会用到的 那再来就是给 学生 没有听到声音 刚才有一段Lag 我现在请可能是 我们轩林老师那边网路可能 离时有点状况 那我们先 烧带一下 那 对各位老师那我就先 先出来 学长你刚才中间有一段 好像 好像突然视讯卡 卡住还是声音卡住 这样子 我的吗 那现在还好吗 现在可以了 好 那在建博这边有个技巧就是如果在meet里面去产生这个建立新白板的时候他的 名称他的gen board的名称会是一个 会议室的代码名称 那我觉得这样子 要学生辨识或是我之后辨识会比较 困扰 其实老师可以在云端一点里面先 上课前进meet之前 可以先把这个 gen board的档案先建立好然后自己取好这个名字 那这样子 就可以从云端硬碟中 挑选档案这边去选到你已经建立好的 名称的gen board 这样子让学生去找也比较方便 好 那gen board好处就是学生就可以自己到自己的白板上面去 然后到白板上面去可以去 依照我们之前的一些 理解课文的一些 要点去筑记 看到分号要画圈圈然后看到据点要画一条线等等 然后我可以去 检核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做 学习到 理解课文的这个动作 好那其实 gen board 不太适合国小的学生 那因为gen board他有个缺点是 他没有办法去 限定某一个白板 某一块白板是属于谁的 所以学生常会出现的问题是 到每一个白板上面去乱画 去乱写 然后发到别人的白板去 然后其实 老师如果有 觉得这个 方式好的话 可以用另外一个工具叫做 wipeboard 那wipeboard的话是 他的管控性就比较好 而且老师也可以直接在线上看 那这边下面有个 YouTube的网址 连结 就是 年月人老师他介绍 wipeboard怎么使用的 影片 片段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不会很难 好 那 这是刚刚是 科威一姐的部分 那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反映说那个 字比较 小 然后 字比较小 嘿 这样子 但是如果按 Ctrl F5 可以把那个Google Slides 变成投影 这样字 就会大一点 谢谢 网路好像 有点问题 我待会 看是不是请他用 手 学长 你跟他网路好像 又卡住了 我是我刚是用 我现在都是用手机的 好吧 可能你最近的流量还是 我们是偏远地区 看得到山跟海之间很漂亮的 对对对 好 现在可以 然后画面我也变大了 好 那我现在讲那个实力笔记的部分 实力笔记的 我就会用Google简报自己去设计 这样子笔记的内容 然后印给学生 那为什么可以 印证 网路又卡住喽 我们 我待会跟我们学理学长讨论一下看是不是他 那个网路重开还是怎样 要不然我怕会就是断断续续的这样子 好的麻烦宁俊老师 那 我们在等宣练老师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 就是大家可以看 以前是宣练老师他设计的东西他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复杂你要学很多 新的东西可能 学了之后会不会用得到 但是我觉得就是 可能 大家就是要想办法去拆解的教学的步骤 就不管是说在一级东西做笔记等于不单单只是教学场域的转换 他可能教学设计也是要做改变 比如说教学人做笔记 可能教学人做笔记的话就不单单 只能只是说 把它变成 纸本拍照上传 变成说要有更多互动的方式去 设计你的教学的工具 当然来讲这样必须说对老师也会比较刺利 变成说 你可能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只要一个笔跟一个黑板就可以 控制整个学习 但是大家会发现说最近大家可能有可能 很多新的东西进来大家会觉得疲劳荒炸 学这么多东西到底用了到底用不到 可是我觉得我跟很多的现场人家会觉得说 就算护学的时候他觉得好用的东西还是会继续用 只是可能到这复课 踩混乘式教学的时候大家会更 提取更需要 更必要的工具在教学上 然后 有点像滚动式修正就是说可能现在出位的工具可能大家就要 在实体复课的时候去演练这些工具 免得到时候真的又像这次又停课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准备不来 特别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 是 学长又回来了 学长不好意思你的网络刚好像又断断续续的这样子 麥克风 现在开了 重开一下吗还是 我现在换另外一个 换另外一个手机号码 OK 好希望那就请继续 好 OK 好那我 很多 的图片的来源 或是 文字 都是在简报上面做 那图片来源的话 我常用的一个工具就是 如果把图片放到我的简报中 我常用的就是这个 Nimbus这个扩充功能 老师你如果在简报里面拿到的话你可以看他的这个投影片下面还有Nimbus的 网址连结你可以去 连结贴过去之后就可以下载 他可以让我很容易的在不同的分页里面去选取我要 剪贴网页的部分就是裁切 像我做了一些电子 从 从那个 教科书上面的网页版教科书上面就可以去选我要 我要剪下来的区域然后复制到我的 我简报上面去做 做那个笔记 然后 这可以看到我后来是给学生印人一本的这样笔记然后把印出来然后我用这个 30孔的 A4大小30孔去装定 那我后来发觉这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好 可以做一本 一本很完整一本 就是我发觉一个很棒的文具 这叫做 日本的Carl打孔机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做好的 笔记 半本 他写的学习单 印好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打孔机去打 然后就可以变成这样 就像外面卖的这样子有打孔的纸一样 然后学生就可以装定起来 一次大概可以打孔打4张 因为我们班级数没有很多所以我这样做我觉得还 蛮好的 也不会有造成我太多负担 那学生也喜欢去 拉这个拉这个滑轨 这滑轨上面一个滑轨 一拉过去那个 子就那个洞就直接打好了 他们会觉得那个 拉滑轨的声音很疗愈 所以你也可以指派小班长小助手 然后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然后 像我用 我教两年五六年起社会科 然后如果只要 五年节开始就买一本这个国业记事本 一本才75块 然后 学生就可以拿到一本去 装定起来我的 我的学习单 我的笔记给 给他们 然后除了我的笔记之外 我有时候会印一些 社会的补充教材 然后也会印成这个 方式去给他们去做阅读 好 那 讲数位笔记的部分 大部分的老师要派作业的 好帮手 我推荐还是用Google Class 那因为我只要 做好一份 简报 做好一份Google文件 按一下派送 他每一个学生不管有几个学生 他都会拿到自己属于自己的 自己的那一个档案 那老师在 学生写作业的过程中 他也 我也可以随时看到学生写的进度 可以看到他的内容 好那这是 午下的时候我们现在教的 台湾 自然灾害 那我就觉得可以很适合用Google文件 然后去用表格的方式来整理 那其实去 理解课文之后去把他的重点 写在这个笔记里面 注业里面 好那这是 讲刚刚是讲 怎么做笔记的部分 好那下一个阶段我要讲是 自我出题 在这个阶段我等一下可能会请老师加入我的课程 我们自己 示范一下 如何从 老师当个学生我们如果示范 自己出一个题目然后转成 推置雷特的方式然后来做线上的 竞赛 好那 我在 准备社会课的过程中 我看到有些 要引导学生出题的 的时候有些题目的类型可以跟学生去做说明 然后比如说 学生可以跟学生讲 从哪些方式去找题目 你可以从对照比较方式去找 什么跟什么的比较 荷兰跟 民政时期的比较 用这方式去找题目 然后有什么是因果关系的比较 什么是问题解决的关系 问题解决的比较 问题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顺序序列的问题 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 什么是在前面什么在后面 用这些 这几个角度这几个方向去找题目 可以让学生出题的时候会更理解课文的内容 所以我就 就一样在卡拉书里面去 派送这样子简报给学生 派送这样作业 那这个作业的半本档就是一个Google试算表 然后学生就是在题目的地方去写出这个题杆 然后 跟他的答案 那我这个玩法是用Quizlet的玩法 Quizlet以前我们都是用 英文 背字背单字 英文是什么 然后 中文是什么 这样子的配对法 那我觉得 这个 配对方式也可以训练学生去想 在设计题杆的时候 去如何去思考精简他的文字 或是限定 这个文字的 设设计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屏幕是日本 为琉球人 遭到杀害额派兵进攻台湾发发了什么事件 这个快问快答就是他只要只能限定是一个答案 那如果有些答案是两个 的时候呢 我就会在上课中跟学生讲如果把 你的答案是两个 但是在 题目中去引导题目的时候去 限定只要回答是一个答案的 这样子题目要怎么写 就可以跟 上课时候跟学生做这样的讨论 好 那所以我为了跟大家做一下示范 所以我就把那个 我开了一个Google卡数的课堂 然后老师可以来到这个网址 加入到课堂中我派送一个 试算表给大家 让大家你也去出一个快问快答的题目 不管是我们领域的都可以 一个题目一个答案 我把网址复制起来 可以 点科学书论那个连结然后一起进来 你的科学书论然后一起 出题目这样子 对对对我现在把 网址贴上在讯息串里面 然后请大家都点这个连结进来 线上课这个 对 0618线上课这个 好 因为学生 要先建立测验作业吗 我会我等一下会派那个作业给大家 然后我的作业就是长这个样子 放大一点 我让学生就是你要我要求学生在一个次标题 社会科一个次标题就 出一题 然后这个 这个题目是在地底页啊 然后你想的题目的类型是什么 没有下次选择可以让他去选 我 想好题目之后再回来去 逗设认知 去想一下我这个题目的类型到底是什么 或是从这类型去想题目都可以 好那老师等一下就 收到这个作业之后就把题目写在这边 然后答案写在这里 那因为 我的作 因为为了要加快速度啊 所以我等下派作业的时候是让大家共同编辑一份 这个Google资算表 大家编辑一个 所以老师会一起进来到这个资算表中 然后老师如果看到 别人的 画面已经有 某一个格子已经有颜色了 你就不要在这个格子上面写 那我现在回到我的classroom 我派送一个 作业 然后我的档案已经建立好了是从云端硬碟 这个 这个档案 学生的权限是什么 我设定是大家都可以一起编辑这个份档案 所以是选是第二个 那一般来讲我都是选的是第三个让学生做他自己的 他不会看到别人的答案 这时候我就会选 第三个让每个学生建立部分 我选第二个现在让大家同时编辑 那我现在出作业 那老师你就可以点到这个档案里面去进来编辑 然后我们就要写题目跟答案就好了 没有三分钟时间 布置多一点就是那个下次选担那个 下次选担不用 这个 这个我们是让学生做练习的 这个老师我们不用不用设这个 我们只要写题目跟答案 因为我最后转到Quizlet我只要后面的 这两项题目跟答案就好 我老师非常用心都会 显到 都会 先想好类型 什么样的题目类型 这个表 您待会分享连结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建立 可以建立副本吗 就是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可以 直接 等一下下个步骤啊就是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整理好之后老师可以从左上方的档案去按建立副本 你就可以产生 就把这个 投币一份回到你的 你的账号下面去了 好 老师出好的题目之后你也可以另外做一件事就是我前面有介绍是Nimbus那个 线上剪 剪 剪贴的 那个程式 老师等下也把我装起来 我觉得 我等下也会示范一下如何 做线上的起座 我刚才东京国小胡锡君老师旁边说显示太多人无法编辑 因为 真的上线太多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有测试 测试过共编好像 四五十个是没问题啦 现在会不会有些人同时都点到同一个 变成说 看不到自己编什么 OK 好 那我们就先 这样子就好了 好 那我就以目前的题目来做 示范 那我先把 有些没有 的 单位删掉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收到 收到学生的 题目也是这样做 就是把每个不同试算表不同学生的题目把它 复制 贴到一份里面来 好 那假设我取20题好了 好 那我把这20 对有些没答案 没答案的也不行 没答案我先删除 好 假设这些事我要 做到 的地方 就把这个 内容复制起来 Ctrl C 选好做C 然后呢 我就 到新的分页 去打上 好 好 老师你自己也可以在你那边这样操作 就是布置这样子内容 自己开一个 的分页 然后他登入方式应该都可以用Google帐号可以登入 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建立一个 学习集 好 建立他 这个学习集的名称 0618 好 然后题目怎么做 他下面有一个自握的Excel Google文件等汇入 我点选这个 好这里面就是把我们刚刚复制的按贴上 广州贴上进来 他就下面就自动完成 16张的单词卡 左边是题目右边是答案 好那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你要告诉Quizlet 他 汇入后之后要告诉Quizlet到底他这个是什么语言的 点一下之后他们要选择语言 中文繁体 然后我都选中文繁体OK没问题 接着我就可以按建立 好建立好之后 你看他现在很多的学习网站都已经跟Google 结合了 所以你 做好这样子学习集 你都可以在这边直接派送到你的课程当中给学生 所以我觉得 加速是一个很方便很共通的一个平台 然后那 我就这边可以按复制连结 谢谢 然后呢 我就可以传给大家 这是 刚刚的复制连结是大家可以进来这个学习集 你可以去玩各种方式单词卡的配对 这个每一个单词卡的配对 还有各种不同的 学习的方式 那我在上课中实际上大家玩的是live 线上竞赛 好当我点live之后我可以选择是个人或学习 我在实体课的时候 我是用 学习分组的方式玩 当他们就是 可以玩得很 很high 那因为我们现在实体 远距课我们就用个人 好 然后在这边这两个选择的时候 记得我们要选的是右边 因为他 题目才会出现在 正确的地方 不会像刚刚是出现先出现答案 好选择 那我就把这个 网址贴给大家 然后这个 大家进来之后输入这个代码是 247814 好请老师可以进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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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试过可以进来多少人一起玩 好 有42 44 好 60 62 差不多这样子停在71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游戏了 其实还有老师在 好我开始建立游戏 那老师这边就会看到一个总表 然后按开始游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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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最快是鴕鳥 場景錄第9題了 有人11題 最後一題 只要有人獲勝之後 達到終點 這個遊戲就會結束了 那就會有看到獲勝等是誰 翔 接著 遊戲結束 我在每個單元大概就是會用這個方式 再做一個讓學生自我練習 所以可以這樣子用 不是只有用在背英文單字 這個方式也蠻好的 好 那這是我們上課的畫面 老是建好學習集之後就可以 啟動這個遊戲的方式 剛剛我們做的示範 點了這個 Google文件等匯入的連結 然後貼上我們從試算表複製的題目跟答案 好那就進來了 剛剛部分老師沒有什麼問題 旁邊有老師問說 有一個胡錫瑩問說 在 寫那個Quiz的題目說每個題目都要分開點選嗎 可以統一選嗎 在比較上面在你貼Quiz的點Live那個連結上面這樣子 還是 統一選 他只要 左邊跟右邊 那個語言啊 左邊跟右邊 只要選 左邊選一次 然後右邊選一次就可以 OK就不用一題一題點 等於就是 答案跟題目都選好就好 因為之前好像是 主要是英文測驗嘛 所以可能就是 題目跟 中文跟英文要對上這樣子 對 然後 還有一位徐瑞美老師問說 版面已經使用聚光燈模式 但是你 學長你分享的字好像比較小 我在想會不會就是因為 就是Meet在轉播的話 的關係所以字還是會比較小這樣子 對 或是我們螢幕要再買大一點了 對 為了保護自己眼睛 對 後面要買大一點 好然後最後一個部分是席做單元測驗 然後 這個是 我看林韻老師介紹的 Classkick 他可以讓我們 建好的這個席做是可以聽說 讀寫 學生連錄音都可以 在這個 作業上面 好 那 像這個就是 我 建立好之後 我就可以看到每一份作業的 名稱 然後 然後每個作業裡面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 網頁電子書上面席做的畫面 用Nimbus把它拆下來然後貼過去貼上來這邊 好 然後他身邊有一些工具 比如這邊是要讓學生輸入的就可以拉一個框 來 讓學生輸入 我示範一下這個操作的過程 那這個網站的網址 在下面 在這個同學片下面這邊也有 或是你搜尋 Classkick 也可以 到這個網站 然後 按右上方的 Login 然後選擇我是Teacher 我順便問一下 現在這個需要付費嗎 像之前什麼PayTech啊什麼其實都蠻紅的 但是就是 後來要付費就 我看他是 免費版可以做20個 20個 對 所以你可能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錢也刪掉 對 好 然後另外一個分頁我要去找的是 線上電子電子書的席座 我登入一下我們線內的 VIP 找到電子書 因為我叫的是康軒版 對這比較熟悉 好 電子書 網頁版 火銷 席座 開啟 好 好那我現在要把這個 網頁版的畫面拆下來 就會用上面這個 Nimbus 這個擴充功能 點一下之後 他就可以有一個 Select Azure 就是自己選擇區域 好 就可以拖拉範圍 選好之後 不要按打勾 打勾會 他會讓你直接存檔 但是我在這邊操作我都習慣複製貼上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按的是 Edit 這支筆 好到這個頁面 你如果不用做特別註記的話 我直接按右上方的Dumb 這個時候就可以 按右鍵去複製圖片 普遍複製好之後回到Claskit 我去新增一個 新增在右上方 加 然後空白的作業 好他一開始預設會有三個頁面給你 你可以自己新增或刪除 不要的話就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第一個作業裡面 第一個頁面中點進去 接著就可以直接按Ctrl V Ctrl V貼上 陳老師 陳冠宇說他的所有網頁都被你封鎖 他要先開到中午 他要先把他開到中午 我10分鐘才把你開 好像 好這樣貼過來之後 這邊如果是用打勾的學生就可以用上面的工具列去 這支筆去打勾 那老師如果要讓他去 就是文字的 要填什麼原因的話 這邊 上面有一個空格 就可以拉一個區域 給他 這邊學生拿到作業的時候他就可以去 寫答案 那右邊會跳出來說 如果你這個是要配分要對 題目要 給分的話 你要不要設定那個標準答案給他 那因為我都沒有用到這個 就按XX就關掉 我也不用配分 我要事後再自己給生機 就直接這樣用 然後第二頁 再做一次 Nibus點開來 選擇區域 然後去 裁切我要的範圍 然後點這支筆進來 好都不用動就按右上方的DOWN 接著我就可以按右鍵去複製圖片 都不用存檔 然後呢回到 上一頁進到第二個頁面 一樣按Ctrl V 又貼上來了 貼好之後呢 就是看一下題目的類型 是不是要 加上這個輸入框 好 OK 一樣是輸入框 那如果是有些題目是 有些其中的題目是說說看 如果要小朋友說的話 學生也可以在上面去按這個 Add Audio 就可以他可以錄音 點下去之後你允許你的麥克風 你就可以去開始錄音 錄一段話就是小朋友請你 在說說看的這個題目呢 用麥克風 錄下你的意見你的想法 好錄完之後這一段 內容他就可以 出現在這邊看你要拉到 某一個題目的 部分附近去讓學生可以知道 你要提示他的一些事情 相同的學生也可以按這個 就錄下他的內容 好那假設我都太好了 你就回來這裡 這個作業的名字是6-2 好他還會問你是什麼分類的什麼科什麼領域的 是社會科 5年級 好那全線你可以按私人的 只有你跟學生可以用到 好接著我就可以按上面的第二個步驟叫做 Sign 就是分派 然後分派給誰呢 然後這邊我就建立我的班級 然後 我沒有新的 好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按這個 Code連結給貼給大家 那一樣你就可以看到他也是跟Google 結合 點了一下 他就會自動 去找你帳號中有存在的 課程 那這樣載入中 等一下也可以看到 我們0618的那個Google 線上課程 這邊的線上課 這樣可以派送過去 那我們比較 快的方式直接把這個 課程的 這個作業的網址貼過來 放到 訊息串大家可以點訊息串 點這個連結就可以進來 這個線上席座 老師可以試試看 不好意思 大家做的時候有幾個老師問題 有一個老師問說 這個線上席座可以用手機嗎 就是手機感覺也是可以 只是說畫面比較小是不是 應該是 只要 用瀏覽器應該都可以 那學長 我想再請問他跟 我沒有試過手機 我真的不太確定 我想再請問一下 像他跟Jumbo的不同 是他會自動批改嗎 還是只是 他有填控的東西 因為我剛才 有聽你講到說 他會自動去對答案 所以他是會自動 幫老師批改嗎 會累積學生的成績嗎 還是類似之類的功能 如果這種題目是 這答案是限定式的 有一個標準答案的話 他就會自動批改 你這邊可以去設定 接受的正確答案是什麼 比如說 我正確答案是蘋果 那他只要填蘋果他就可以 給分 他就可以給幾分 比如說這幾十分這樣子 他他打 正確他就得十分 然後後來有什麼問題 對於 劉老師說他跟Fiveball 有相似的地方 那 沒錯就是可以自動派送給學生 但是 Classbook上面就是你可以讓學生 輸入聽說讀寫的內容 那 那批改的話 像 比如說我們之前會有很多 因為他可以彙整學生的 不管是他拍照片什麼作業 當作他學習歷程 那像classbook的話 他學生累積的 比如他 從你 學習初到學期末 出了作業 假設都在24年內的話 他都會自動彙整到 classroom裡面 的意思嗎 他會有學生個人專屬的學習歷程 或是他 成績報表 之類這些東西嗎 這個我看一下 也是這兩週才開始 這一週才開始用的 我看一下我的課 學生做的有沒有 我要先給成績 問一下 試試看 沒有那這樣講 這樣來說如果能 給每個學生個別成績的話 照理說他成績就會自動 匯到classroom裡面 像我們老師要批改的話就是 剛剛上面的作業 第2個是派送 第3個就是 viewwork 看學生的 學生的 內容 好假設這一位 他 回答的如果都對的話 給他 總分100分 好100分 好100分 那我回來 社會 獲得 成績 可能沒有 他還沒有同步過來 沒有同步所以變成是說 學生打成績的話 可能還是要老師手動去標註一下說這個學生完成狀況 跟他私信的信心 變成說還是在classroom裡面去匯整 等於說 還是以classroom 就讓你的 你這些教育運用還是以classroom為核心去創建 教學服務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成績就沒有直接過來 因為我們還有最後5分鐘 所以老師可以 瞭解這樣子的classic的用法 好 好 其實我簡報 也講到這邊就沒了 我的最後就是 其實我上社會課 我覺得 Google的Chrome 瀏覽器 跟Google的 Homebook 我很熟悉在瀏覽器上面操作 那也有越來越多的教學平台 都是以瀏覽器 為主的方式 網頁版的行事 那我就是蠻喜歡在用這樣子的 方式中去 準備我的課程跟學生上課 然後看學生的課程的作業 那 這是我的簡報的最後一頁 謝謝大家 學長我想 先偷偷一個問題順便幫我們教網打個廣告一下 好 我剛有聽到有老師問你說你把學生封鎖了吧 就是 因為我知道其實我們都知道為什麼可是我就是想故意問一下這問題 其實老師也知道說恐怖在教學應用上的好處這樣子 OK 就是 現在就是 學 遠距教學之後 學生都在家裡面 他如果不寫作業 或是家裡 就是 家庭問題 不是家庭問題 家庭的情況比較 難讓學生 專心上課的話 通常一邊上課一邊在玩 不是跟本年有在 上課 就翹課了 可是拿著我們的 太爸給他們的恐怖可 他就做了 我不想要他做的事情 比如說看YouTube 去哪個 網頁玩遊戲啊等等 所以我就會 針對我們班上 我們校內啊 有些學生如果他 這種狀況很嚴重的 時候就會透過 Google的後台 我們有個後台管理的地方 管理學生帳號跟恐怖可 這要兩個搭配 就是他要用Google的交易版帳號 然後他也要使用是恐怖可 這樣子 都符合這樣子兩個條件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透過後台管理去 限縮 他使用的 上網的網站 好那在 進到Google的命的地方 我找一下那個位置喔 有一個使用者 與遊覽器設定 那叫網都幫我們 老師的群線都派好 而且幫校內做了很多的 分 班級的分類 這就是一個群組 然後 每一個群組他可以 你可以針對不同群組去設定一些限制 然後把其中一個群組叫做 Library的群組去限定說 如果你在 你的身份是在這個群組當中的 你就只能 去我限定的一些網站 還有一個功能叫做網址封鎖 那這邊封鎖呢就是如果你輸入這兩個 所以 只要是網址是任何網址 全部被封鎖住 這個瀏覽器上不了任何的網頁 但是有些 我們要跟他教學 要他上課會用到的網頁呢 就放在下面 例外的狀況 所以把你要讓學生可以上的網站 把它複製到下面來 那這樣 學生 他就只能上這些網站 那其他沒有在這個網址列當中的 他就上不去 然後 我們也可以在最上面的設定中也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針對這個使用者 他使用這一台的空不可 他只能使用多少分鐘 你一天內不可以讓他用多久 我們這邊是設9小時540分鐘 所以這樣也可以避免他上課完之後 他還要一直 玩遊戲啊 花很多時間在使用這樣的電腦 那 空不可的管理 後面我就會有 在遠距教學期間 就做這兩樣的設定 把那些特別需要監督的小孩 就把他身份 拉到這個 需要監管的一個群組內 然後就設定網址封鎖 跟時間使用的上限 謝謝學長 因為我特別請需要幫我解釋 是因為真的 很多 我知道很多 不管需要買設備 還是以iPad為主 因為 iPad的話 老師學習曲線也低 學生 學生也容易上手 但是就是可能 讓設備把學生帶回去之後 可能就有這些管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 我們依然線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以空不可為主的 去建置這些設備 跟整套的服務 所以你看 像宣理學長他分享 他的核心也都是以Google 服務去串接 每一個 小細節 讓自己的教學更精彩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再請高老師幫我們 結束一下 謝謝 好的我想 大家都跟我一樣 感覺真的是有一點進化了 謝謝 非常謝謝 軒寧老師 跟這麼這樣子 不利的分享 帶著大家手把手的 把社會科整個的教學流程 從課前課通到課後 整個派發作業的方式 幫大家去做了一個 展示 而且這一路上在每個環節裡面 這個 軒寧老師也幫我們介紹了各種軟體工具 變成我們 可以隨時可用的一些 輔助 尤其是我覺得這個軒寧老師在 跟大家分享特別 用自我出題的方式 其實是對小朋友來講 是可以提升學生高層次的思考能力 是不僅僅在課堂上營造非常多的 互動 的一個機會 更能夠提升學生高層次的思考 真的是太棒了 我想大家這個應該跟我一樣 都在這個 軒寧老師的一個分享裡面受惠非常多 我想 大家沒有機會 應該是應該給這個軒寧老師一個掌聲才對 謝謝 謝謝軒寧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好 那個 這個 也謝謝 尹俊老師 尹俊老師在這個一路上 這個伴隨著我們大家 隨時這個老師有任何問題 都連結我們這個跟 軒寧老師一起合作一起回答 好我想我們這個 整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團隊 好 那這個 現場老師有任何的問題 非常非常歡迎 隨時透過社群或任何方式 來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隨時隨地呢 會作為老師 最棒的後盾 謝謝教授 謝謝教授 謝謝大家